看爸爸去哪儿D5G的小伙伴,估计都被小小春圈粉了吧 这么暖,这么高情上的小孩,我想没有人不喜欢的 小小春可以说完全继承了爸爸妈妈的好基因 古灵精怪,可爱度爆表 小小春说,我想让爸爸每天每天一遍一遍跟我做好朋友 每天都和我做朋友 如此有爱的回答,圈粉无数网友 尤其最后一句,爸爸我爱你,更是暖空的众人 然而跟着爸爸去参加节目,很多网友也表示心疼小小春 小小年纪就要带爸爸去参加变形记 山鸡哥在节目里,对小小春还是非常凶的 不过,之前陈小春却爆料称 在家里,应彩儿是虎妈内心,对自己和儿子家教慎言 而应彩儿本人也承认 我是一个严厉的妈妈,所以会更加一些规矩 比如,儿子哭的时候,我会等他停了才抱他 如果儿子因为要什么东西,再给上打滚,撒娇,闹情绪 我绝不会因为这样妥协,也不会因为给到他想要的东西 让他起来,就让他在地上滚 应彩儿认为,教育孩子偶尔也是要打的 尤其是男孩子 而他给到的原因也似乎很合理 因为我不想别人打我的儿子 所以,要在别人打他钱,教好儿子 除了听话懂事,我们的小小春也非常多才多艺 很小的时候,应彩儿就给他买了架小谈钢练习 还报了烹饪课 所以,在他四岁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做披萨了 在母亲节的时候,他亲手给妈妈做的礼物 还包装得很漂亮 这个小亲人真的太暖心了 小瓜觉得,陈小春夫妇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言传身教 应彩儿和陈小春在家里一起借掉了玩手机的坏习惯 为的就是给儿子做榜样 不让儿子沉迷手机和平板 这样也养成了小小春喜欢看书的好习惯 好多父母自己玩着手机,叫孩子别玩 自己打着麻将,叫孩子别玩 自己虐待老人,叫孩子要孝顺 以身作则都做不到 一位怪孩子学坏了